大家的性质啊 随着第一局比赛 他们也明白自己失误了 是 他们也明白自己失误了 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 没开一个好头啊 这种时候压力是比较大的 就一般来说是需要一场大胜 去把这种气势给打开 不过呢也是因为信息模糊化 在前期没有产生淘汰和击倒的情况之下呢 周围的队伍很难判断到 听派到底是 对 就这种比较意外的滑落 它传出来的声音也不大 也没有办法通过耳朵和眼睛去判断 圈形靠北了 那彻底断绝了小岛的念想 这样一个北切给到了批城周围 老干街4M这些 由G港慢进圈的队伍啊 老干街山顶废墟 慢进圈的队伍很好的机会 阶段三非常的残酷 因为这个决赛圈 不能说决赛圈了 阶段三的一个圈形啊 有大概40%的面积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三相当于阶段五 可待面积就这么多 哇 还是非常准的 对于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啊 刚刚排掉了大面积的水域 结果仔细一干到圈里 迎来的是死一般寂静平广的卖钱 是的 大片的卖钱 天奇落地 全是蓝色的对标 大家站坐一团 目前来看的话 TC这边指导第一人 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 王子这边先转换为对手的分数 山顶之上的K1也是蠢蠢欲动 看看TC能不能赶快分烟 把北斋给救起来 北斋现在是对对的绝对大腿 很少看到选手能在赛场上像花朵一样绽放出来 我用保险杠把你撞残 再用挡风玻璃把你拍倒 也有一种可能 刷一下救人次数 只能这么解释了 圈形刷新 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寒麦田 劈成圈形 很典型的海岛极端圈啊 不是城区就是麦田 城区里面人满为患 麦田那里死亡甘拉 是的 好难受 那我们就想想有什么核心点位吧 听派踩的二段山 南部制高点 然后P城里面三个角 假车库教堂 再加上南部出城口 最香的四个点位 目前基本上都是名花有主 博焰这是作为其中一个黄金点位 教堂拿到的是偏北部的制高点 驱赶着城内的一切 城里的风吹草动 未来的团战啊也少不了他们的山峰点火 现在已经在城里买房的兄弟们是依然自得 在蓝白之间啊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兄弟们也很多呀 当代北漂嘛 南边的想往北边漂 来了 很难找到一处蜗居 想要找到一个蜗居之处 那是非常的困难啊 从家宝已经付出了一个人的代价 就发现连这个春运的门票都有点难挤 战票都困难 是 这现在都是跪票了 只能被打倒 从家宝是付出了惨动的代价 而这一team跟TC几人挤在一块 刚刚是TC于载具群中绽放 但现在是不敌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枪线 没错 手雷 其实这个角度扔得准的话是 是有机会雷倒的 但这个马路还是不好过 只剩一辆八顿了 而对于偏二段山一侧来说 NV也是寻找了一套 自己认为合理的进攻路线 确实他这里是有山地地形 仍然还有带有推边的机会 没有必要率先的盲扎以后 丘梨的倒地呀 这就让听派有些难办了 丘梨刚刚是被锁鼓撞倒的 所以已经二倒以后 这三十秒的时间可以有一些紧张 已经有人起飞了 我们看到WBG出现在了NV 还有team派的上空 感觉是要奔着BS去的 是的 把枪身扶在这里以后 没有什么掩体 小陀螺他转不起来 后面的微笑 逛信息逛的也不是特别的成功 NV基本上把山头拿下以后 成功驱赶了team派 但这一波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 把高点给硬生生的拔了下来 琴派以高手低打成这样 有些可惜了 北斋进点也是独木难治 队友没有支援过来 阿兰也一针二刀 只剩下的雷仔 一个人面对歪滴滴 高打滴 最终还是帮助队伍挽回了颓势 地形非常的 但是还记得我们在赛前 跟大家嘱咐的吗 自闭点不要去啊 开始折磨 最终在墨竹绵绵的骚扰之下 锁鼓还过来 凑了个热闹 说实话 现在爆炸烈弓才想起来 我觉得确实是有点晚 刚才可能因为卖田太多了 对 都着急找一个能够拉弓射箭的地方 刚刚这一处排水渠的小点位啊 典型的自闭点 在爆炸烈弓远近交弓之下 最终也是无人生还 是的 第二队战队起飞了是RSG 对 他飞到了更接近于4M的位置 而AG呢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散包啊 他搜索的是洋房周围啊 那里并不是高级的物资刷新区 本身的调率就低 看看身形如何刷新 还是一个包含大范围城区的面积 而且有更高的麦田面积 对于城区的战队来说 除了RSG可能有点难活以外 皆大欢喜 因为4M虽然教堂被排了出去 但他前面这20栋左右的房子 都是无人的 RC这一波落位啊 这是太巧了 跟微博gaming的想法是完全一致 但微博gaming就是抢战的先机 怎么有点像前两天的冠军基地 这都是多队飞行 而微博gaming又是截足一步 话说这个常规位啊 还是被导师给捕捉到了 再看这边灵莎 灵莎一点声音没露 我们看看SUK的背枪爆炸猎弓 那近点100M4E把爆炸猎弓 遇到一个DBS的埋伏 近点吃亏呀 包吃亏的呀 而且这个位置拿啥都没用 它是一点点的蠕动 把自己的头 一点一点从那个墙那里露了出来 确实也抬不了枪口 像素也没有办法遇到 4M竟然是选择从教堂飞伞 落到了VS的城头 4M这边落得比较分散呀 被VS是逐个击破的感觉 第二次集结 野涛和北渊集结在一起 就如果这波能稳下去 我觉得对4M来说还可以接受吧 因为如果说慢慢地 从教堂往前走一步的话 前面是整整三队 STE加上天霸 加上飞波gaming 我相当于用一人的损失 赶超了三队的顺位 拿到的是中心的点位 小文好惨呀 被组合雷 甚至还反将一军啊 那这样的话人数至少扳平了 未来无论如何跟VS打起来 人数上没那么吃亏 4M也是没有选择 主动再向前进攻了 可以了 这里呆住的话 对对对 携手都是中部的高点防区 各能打一面麦田 都有抽把位 那么问题来了 这场比赛 如果最后真的是向着麦田的方向 刷新的话 AG乘C的双面包防 因为目前麦田的最优势的防区 主要就由成C和AG一对战主 如果来一个东切以后 那优势将会无敌一般 体坛跟AG他们从两个方向 各自向K1的点位靠拢 这一处战壕是真的要产生 激烈的战斗了 体坛刚刚进圈之后呢 也没有选择继续深入了 过去之后呢 肯定是成为他人之嫁一 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爆炸猎攻对于这种中原点位的压制 又来了 这盛世如我所愿啊 是 麦田爆炸弓 以前在夕阳上看到的是选手 枪线的碰撞 而现在 格杉打牛的气势让麦田啊 更成为海岛地图的一片死亡之地 是的 Tashen的极近的距离 都不用说爆炸猎攻出手 仅靠手雷也是能把这几个 低矮的战壕点一个一个的排掉 是的 更何况后面AG也是蠢蠢欲动 K1的腹背受敌 难以帮他们找到什么解法呀 今天 苏K已经安纳不住了 直接过来单掰 哎呦 炸宝的反应好快呀 苏K这边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天 红色对标的战队 鞋同好像 也是比较接近的 要看看AG这把的鞋同 对 要看看AG能不能有一些起色 3-3倒在一个低矮坑里 隔着烟雾 似乎有一些浮的机会 能救 只要没有爆炸弓就能救 全新马上就要刷了 再看没这边 想要去突破一下听判 哇 刚才是冲锋弓吗 没问题 进点也可以这么玩的 是 因为SUK当时是原点 先广为大家流传 后来进点呢 也有一次决赛圈的吃鸡 面对的是花吃 决杀时刻 对对对 现在可以看到SUK的这个绝活啊 大家也都是非常积极地开始学习了 双方都在首雷投射范围之内 但这边先开始温雷的是K1 三三出枪 放到了炸宝 对于炸宝来说 好在她的首雷是已经出手了 AG不只是要面对近点的K1 在城区内部 VS也是不断地在向着AG的方向发力 就这两个站好点啊 就像AG可以取得优势 但是K1架点在先 VS架点在后 取得优势以后 这一个过点 永远是致命的 98K这个架点非常的关键 橙C落位的一瞬间 已经成了一个死血的状况 再到一个三三以后 顺时间被补掉AG 蒸发了 K1这一波的团战胜利 是建立在98K的一个侧面架枪 实在太刚了 来到炸宝进点的 全部都是残血 炸宝他这局比赛 简直就是战壕里的超人啊 谁能想到在一南一北 两队八人编制的加工之下 K1他在战壕里活到了最后 进点只有两个人 98K一直是在原点 只能给一些过点上的支援 他们都是红色流星 极其闪耀 却又转瞬即逝 是 流星划过夜空之后 最终迎来光明的是 麦田里的K1和NV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城区圈 只要最后角色圈不在城里 那吃鸡的大概率 都是城外的 对 所以最终还有一个极大的悬念 是目前麦田的格局 基本上由NV K1 各一半奠定之后 这个圈 它到底是出来 还是回到批城 今天对于NV来说 一个利好消息 就是他们的强途 在上半场打 就先开始打他们的强途 是 可能手感会更好一些 主播成 开始拉弓 慢慢地压制 前面的这个 哎呦 折磨呀 是 这样就是 比较写意 就我只要把准形定准了 固定在这里以后 我就只用点一个键就可以了 跟大家说一下 职业选手 他们是怎么标刻度的 因为他的刻度呢 最高就是只有那么三四格 是 那么下面呢 你可以把一些不用的 或者说是这个 不常用的武器的这个按键 当做这个刻度尺 是 放在这个已有的刻度下面 辅助的小技巧 对 那这样的话 可能在你打个标之后 比如说150米 那就可以不用蓄力 因为蓄力虽然说射出去 相对是一个偏直线的抛物线 但其实呢 总体上来讲 还是轻点的效率更高 射速也能带来更高密集的伤害 是的 比如说炸宝这边回应了 炸宝就是经典的蓄力键 是 蓄了半天发现 不对劲啊 你看这个炸宝明显就是 他没有标刻度尺 没想到前期TC这里打的 无人生还的小自闭点 最后是被NV锁定 区别在于 现在只有K1一队 可以触及到这里 所以昔日的自闭点 现在也变成了一块香菠 而炸宝在跟散兵对射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似乎没有找到太大的甜头 如果炸宝这一波是标了刻度尺的话 标点之后枪口上台 是 感觉这四个人很难走 圈形向南了 NV的点位在新圈的笼罩之下 那这样的话 NV的重方方向肯定是K1 K1 城区里头各自会反卡 除非ST能够开天眼般的枪行 打一个绕行 但也会受到城南部边缘战队的扫射 城里基本上是锁死的 炸宝的剑应该不多了 应该只有十几发了 而且现在扑烟的话呢 可能远距离射个弓箭啊 伤害就显得有些慢了 这里的载具好像只保了一辆啊 有一辆没冒烟 先不行了 应该也不能用载具了 一马当先 而这个扑烟的动作也给到了NV 一个危险的信号 Paraway把载具拉出来以后 拉一个侧面枪线 这个过点成为了VS派对的一环 这颗雷也没有越过order所在的载具 上面的厕所一定要站 龙斯格尔已经去站了 那这样的话 一个比较立体的阵线已经铺开 K1唯一 K1很难拿下 对 就他现在因为地势较高 NV现在不好打 可只要稍微接近马路的这一侧 已经放到一个 很难过来了 很难过来 就这一个地势的分界线 就在于接近马路的那一个地方 越过了坡面以后 NV是可以随便打的 而且说在扶起人之后呢 有一颗奇迹雷 98K忍不住了 直接冲锋 车到了 人没了 最终K1也是转化为了 各支队伍分时的一个分数 在这波乱战当中呢 孟阳是出现了倒地的情况 但在外围 NV是没有任何的对手 能够威胁到他们 不是 98K甚至还送了一辆 冒白烟的 没冒黑烟的载具过来 这个车还能开一下 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马路对面 感谢牛顿 惯性还让NV多了一辆载具 这一波我觉得确实是 爆炸弓没练足够的实验度 不过最后这个巨大的点位差异 感觉也没办法 不是通过爆炸烈弓 能够扭转的 公平的来讲的话 K1这一波是上天无路入地 是啊 在这一波之前 他扛住了南北两队的进攻 已经是K1 我觉得相当硬的一把杖了 现在来到了17分 依然是保持着去竞争 这个门票的姿态 在第一把可以说遭遇了一定的滑铁炉之后 第二把K1还是迅速地找回状态 而城区里等来了 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 城外的唯一支战队NV被排了出去了 那他们的进程方向 我们现在看到VS有 多人都是盯着他们的 我相信刚刚这里传来的密集的声音 城内的战队会达成一种共识 但ST跟老干爹微博 如果率先掐起来的话 会不会给到NV一个进程的机会呢 再看这边明死根好像也拿起了爆炸猎弓 但是这种城区大战啊 城区大战爆炸猎弓用武之地 没有那么的强 我再想一点啊 下面的麦田那么广的话 NV好像有几辆勉强可以用的载具 如果搭一个车阵以后 现在其实仍然是麦田的区域 我先看一下进点派打猩 判断出来了 表示跳跃着 ST现在正面来看的话 山智是一把PKM火力不足 但是北斋 北斋那个方向已经被淘汰掉了 没有能够干预正常的机会 ST最后的这个防区不是很能扛得住 目前ST感觉最大的问题 就是点位占地有些太散了 他各个点位都是被逐个击破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室内的双架 阿弗再进来找一个单挑的机会 这就是喷子的魅力 其实在城内来看的话 目前最大的优势还是掌握在LGD的手中 而VS是有着一个在东部城头出城的先发优势 那么这场比赛最有机会拿下胜利的三只队伍 分别就是LGD、VS还有NV了 NV依然是在等待着圈行做一个选择题 目前NV所在的麦田方向 其实比城区还是要广一点点 但如果说圈行没有很接近于 梅花庄没有很接近于NV的话呢 城里待的时间比NV久 NV的载聚基本上会在这个圈行被抽报废以后 那还是会有一个非常致命和死亡的过点 4M 相对于天霸来讲的话 他们更靠近外围 而这边的话和VS之间呢 是有一波竞圈路线上的争夺 LGD和WBG 4M和VS 远距离来看的话 NV这边出现了导人 难道说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烟也不够 车也不好开 没有任何的硬原体软原体的话 NV的卖钱实在是难以存活下来 微博gaming目前找到了LGD的机会以后 刚刚持场赛场的阿福 已然被淘汰 可是两队的编织各自递解 似乎只有4M 这是多人战力 是的 在城区内部一度占据外围优势的LGDVS 在NV那边标靶的吸引之下 分离了自己的注意力 现在是4M和WBG在启示 再看导师这边 连续的喷子 三连暴走之后 这是一个小被中断的四连枪网 已经拿到了六个淘汰 堪称本场的淘汰之王 这真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 在打破点位上的优势 带给自己的桎梏 爆发了呀 很多时候微博的绝境时刻 需要的就是导师的翻盘 合向这个点位 刚刚也看到了导师的视野 这个位置楼顶一踩 VS是真的很难很难出来 最久睡不着连续的出枪 但是来自于野猫的发力 美渊再看到微博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双方均衡地在减少的编制 以后比的就是谁一开始人多 4AM拿下了微博 gaming 面对着VS 目前是一个二打一的战斗 也是因为微博 gaming图示冷静 让4AM失去了原本的人数优势 可是北渊 他这里是准备过马路了 全新啊 把他先往对面赶 梅花庄是在天的脚下 是 北渊这里的压力很大 投资物还将他的血量削残了 烟雾里边 他是不敢直线走的 对方肯定会穿烟的 但是没办法 没有其他的掩体该怎么办 他烟雾不够 摸不到马路对面 这里白了 就差一颗烟 是 可是好像掏不出来 这最重要的一颗呀 是的 VS根本不着急 我先等你露头 我再出掩体 那最后在两个下线的夹角位置下 不对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一连在对盘 北渊在在时代 是凤阳北渊 今日欢呼 孙大圣 指缘药物又重来 关键的时刻 那只鸟化为凤凰 恭喜凤阳 在劈成 从天而降 在天空中划过 在马路里复涅槃重生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